那这都还没讲到说 我们这个基督徒的反应是什么 我们从第四大点才开始讲到 所以前三点主要讲到是说 我们基督徒必须要有跟外邦人 跟税吏是有不同的反应 那这个反应是关乎到我们这一生 所有价值观 我刚刚讲的这一切的改变 那这也关系到我们未来的赏赐 甚至在主面前 我们越是接近刚刚马太这一段话的一个反应的话 我们在主面前的生活都算得上书 我们在主面前的光阴也才赎回了 好了 那我们就来看第四大点 第四大点 第一段有一个话底线的部分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 人类试得有三种不同的反应 现在我们就从马太福音这一段圣经来看 反应的基本原则是如何 人类与普通事情的反应 可以分作三等 第一是讲理由 第二是好行为 第三是神圣经证明的反应 你在讲理由的理事里 你的反应是发心心发怒 你在好行为的理事里 你就忍耐 你在神圣经的生命里 你就超越 这些是我们可能有的三种不同的反应 是一样 我们主升到三层天上 在这边人的生活 其实也有三种不同的反应 第一种就是讲理由 好我们也说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 这个 有理行遍天下 无理寸步难行 大家都是讲道理 讲逻辑 对不对 那我们在马太五章这边看到 这几个例子 请问有道理吗 没道理的 如果你里面不是过这种生命的话 是绝对 是不可能觉得有道理的 好 所以呢 如果我们来看第一个 就是说 如果是这三件事情的话 我们很有理由 可以跟对方去讲道理 但是呢 我们就落在这本讲道理的这个层次里面了 讲道理的层次里面 所以不管我们的行为好 行为坏 生气是对或是错 它就变成是对错的里面 也就是说所谓的第二个层次 就是好行为 坏行为的里面了 人家要拿你的礼仪的时候 礼仪我们待会讲 它代表是我们内 你的财产里面最深处 而且是最基本的一个保障 在这边你连我最基本的保障 你都要拿走 如果你不给它 其实是非常合理的 但是你给了它 如果只是在一个忍耐的层次的话 事情就这样子过去了 在你里面只不过你得做了一个忍耐 所以你做了一个好人的感觉 对 那么这边所讲到的 并不是只是好人坏人 讲理由不讲理由 而是我们超脱到一个 神圣生命的反应里面去了 好 所以这个反应是主所要求的 好 所以我们再读一下第四大典的那个第三段 好不好 主神圣生对我们所定位的反应 不是人打我们的脸 我们就是神奇 就是人打我们的德意 我们就是人爱 主神是说 能打我们的右脸 我们就传播着脸 载子传播 人要我們的理應 我們也滿意的給他拿去 人要我們走一路 我們就走二路 這一種反應 不叫做人難 就叫做超越 這一種反應 是把道人的要求送上去 人只要要求什麼走 我們在世面前有更多 能夠應付他的要求 不是說單一要求而已 乃是超越國人的要求 好 所以你們有沒有 我們看到這樣子的一個三種反應 我們在一件一件事情檢視一下 剛剛打臉的那個事情 如果人家打了你的左臉 你可以很有理由的跟他講理由 對不對 這是絕對可以站得住的 但是如果你在那邊有一個忍耐 那是什麼 做好行為 做好人 但是咧 還有一種 就是你把右臉也給他打 所以那是一個叫做神生命的一個反應 同樣的 禮衣外衣的狀況 也是一樣 所以弟兄姊妹們 有沒有看到這個反應 其實是有一個層次之分的 一個是講理的層面 在這三個例子裡面 講理絕對站得住腳 以世人來看 黃先生 對吧 對不對 我們在所有所學的這個教育裡面 其實第一個反應就是我們一般人的反應 一定要講理 那第二個呢 我們忍耐 因著我們好道德 或是那個場合不適合我們發脾氣 所以呢 我們忍下來了 這是好人 好行為 但是第三種 就是馬太這邊所講的 那是一個神聖超越的生命 好啦 所以你會發覺說 在聖經裡面 我們沒有說到打麻將 抽煙 甚至炒股票 這些事情 如果我們有了馬太 在五章三十八節這邊的一個反應的話 那些事情 自然而然 不會發生在我們身上 自然而然 我們就有一個反應 是沒有味道了 懂我的意思了嗎 阿妹 好 所以 我們再來看第五大點 所以這邊的主要的重點是 我們一個基督徒要被拯救 脫離所謂的羞辱 財物和意志裡面 剛剛第一個打臉的例子 其實是講到一個人 最基本的一個叫做面子的問題 每一個人都要面子 所以他講到的是一個羞辱 我們中國有說 事可殺不可辱 好 那麼在國外 像羅馬那時候 他有仆人的制度 那仆人呢 他寧可被殺死 他還不可被主人給羞辱 所以羞辱對一個人來說 差不多跟死是掛上等號的 所以在這邊我們講到的是 要被拯救 要脫離這個層次 那麼第二個 講到的衣服 衣服 就是我們遮蓋我們的羞辱 那也是我們最基本的一個東西 那如果人都要把我們的領衣給拿掉的話 請問一下 他是不是剝奪我們最基本的一個財務層面 好 弟兄姊妹們 這邊有沒有看到這個問題 也就是說 這是摸著我們財產最深的地方 打臉是羞辱 拿禮儀就是指到人最深處的地方 你人家要來拿你的禮儀 其實本來就非常有道理 你可以不用給他的 拿你禮儀的 那根本真的是 叫做其有此理 但是主要我們在這邊的反應 其實並不是前面兩個層次的反應 而是第三個層次 所以在這邊講到 就是說各國都有一個 寶藏人最起本的財產的這種憲法 台灣也有 所以在這邊講到的是摸著我們最深處的那種財產 也要剝奪的時候 到底我們這個人的反應是應該怎麼樣 好 那第三個呢 我們講到的 陪他走一里 甚至到兩里 這是特別是意志力的問題 我今天走不走這條路 一般來說是不能勉強我的 但是這邊我講到的是 不僅我陪他走一里 我還陪他走兩里路 就是在意志上面的受傷害 所以第五大點 最後一段話 我們可不可以一起來讀 我們基督徒 第三頁 我們基督徒是被拯救 脫離羞辱和榮耀的感覺 脫離財物所有權的感覺 也被拯救 脫離我們自身的意識 當你在神面前是這樣的可以拯救到一個地步 超越過人面的問題 超越過財物的問題 超越過意識的問題 這一切東西就摸不著你 給你們 所以在這邊講到的是一個摸不著 當人會為著面子 會為著外面的物質世界 而被影響心情的時候 會為著這個 很多很多學位 地位 有沒有錢 有沒有工作 工作的好壞 開什麼車子 在這邊左右你的心情的時候